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重點大概就是 有關那個 EPA設定、自行、格式跟清除部分 另外的話 那個框線的樣式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我把這個開一下 最後是有講到表單 那表單的部分 你可以填一些資料上去 Enter 然後填完之後 Enter 下一個之後 它會自動呢 停在這邊之後 你可以按Enter 它自動幫我把 結果給新增 那你會發現 填完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 填到這邊 並且 總共有四個資料 四個資料 填到這邊 然後另外的話 自動產生這個底下的這三個 然後另外的話 把這上面東西清空 並且有沒有放回到第一個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那另外的話 我們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那個框線 其他還有像什麼 把這個顏色部分 清除掉 這個部分 然後加上這邊 這個樣式部分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 框線清除 然後框線加上去 大概這些相關的效果 然後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要來 繼續來看第三個單元 所以請各位在接下來開啟那個 日期時間函數這個範例 開啟來的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你們就先切到那個 這邊啟用編輯 先把它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綜合練習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呢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希望做出什麼 做出那個效果是 把你輸入第一天之後 我希望能夠把一整年的 整個年曆產生 並且幫我把禮拜六 禮拜天 那個顏色做個變更 OK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第一個 這個年曆怎麼做 不過年曆要做之前的話 我們可能先了解幾個 幾個部分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 在日期部分 你會發現 當然因為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他用西元年 OK 那西元年的話 你會輸入之後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變成民國年 類似想長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這個輸入的時候是西元年 可是得到的話 我如果希望格式化成什麼 民國年 另外的話 還有幾個部分不一樣嗎 斜線 改成點 另外的話 各位數字 我希望補個零 第一 第二 第三 最後的話 瓜胡加一個禮拜幾 周幾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格式 那我們先用前面幾個 日期時間函數 比較重要的函數 我們來說明一下 因為如果你不了解 日期跟時間函數 你要做那個日期時間的計算 就會發生很多的問題 那比如說什麼 這個 today 好了 插入函數 那第一個 當然我們用日期時間 裡面的話 找到那個today today today 按確定 顧名式 不用傳任何引述 OK 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我抓到什麼 抓到目前的系統時間 就這個時間 OK 那另外的話 當然除了說用today之外的話 你也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 用另外一個叫no no 日期時間嗎 no 這個函數 不過呢 他除了有日期之外 他還有時間 但目前這樣看起來看不出來 除非你怎麼樣 把這兩個格式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特別注意 格式改一下 改成時間 如果裡面有時間的話 日期加時間 非常好 我把它改成這個 日期加時間的這個格式 那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的話 在today的話 它的時間一定是停在凌晨12點 可是no的話呢 會把現在的時間帶進來 OK 這第一個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要需要知道什麼 日期到底它是怎麼來的 其實基本上按右鍵 我們再改一下 除了格式呢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格式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把它打回圓形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實際上 日期呢 在eSew裡面 實際上它是一個 數字 OK 那如果時間的話呢 是小數點 也就是說呢 時間是24 一個小時24分之1就對了 那一定是不會整出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你想說43,570怎麼來的 基本上呢 你要先要知道說 它是以哪一天為 基準 OK 那當然你可以輸入1900 平行 的1月1號 官方說法 這個就第一天 也就是說 Excel呢 它日期從這一天開始 那如果之前的變幅的 還蠻有趣的 OK 也就是它這一天開始是正的 那你可以按右鍵 出售的格式 它裡面呢 本來1900年11月 通用格式之後變1 有沒有 那如果1月2號 假設你把它改2的話 Enter 把它格式化回去 你會發現 格式化成日期 它變成1900年1月2號 有些123是一直往下算就對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一直算到43,570這一天 剛好就是我們今天的日期 那實際上你想說 那會不會數字越來越大 放不下 其實也不用擔心嘛 因為經過100多年了 才43,000 在1000年 頂多也是40萬 一定放得下沒問題 在100年之後 不過你那時候已經可能也不在了 反正不是我們的事情了 OK 應該是足夠了 那小數點是怎麼回事呢 特別注意 每一個小時 它凌晨是0開始 每一個小時就是24分之一就對了 所以你就是1除以24 24分 那你可能出不進 如果我們出了進的 就是3好了 3除以24好了 OK 那我們前面加個等號 不然它會誤以為我們是一個日期 OK 好了 太日期 把它儲存個格式改一下 改回通用 OK 也就每3個小時好了 0.125 那如果這兩個呢 把它往下拉 拉到我們間隔的話 0.125 每0.125 一個間隔 那也就3個小時 往下拉到1 如果我把按右鍵出出來 格式的話 每3個小時 你把它改回時間 你會發現 那我有那個 10分秒 還有AMPM這個 按確定 OK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時候 有沒有 凌晨12點 基本上就是0 OK 所以你會發現 today它裡面就是0 因為它取整數 OK 那如果每3個小時 為什麼3個小時能整除 一個小時 沒辦法整 所以我剛剛3個小時 你會發現 3個小時就0.15 0.15 再加0.15 再加0.15 加到最後的話 就是1了 也就一天24小時 剛好就1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以色料裡面是這樣儲存 日期跟時間的 你可能要有一個概念 OK 這個是第一個 了解 日期格式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整數 時間就是小數點 那一個小時就1.24分之1 就對了 如果3個小時 就是剛好0.15 如果你把它改回來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把它改回通用的話 那其實就是小數點 OK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希望 在這邊把剛剛這個格式 1 民國年 2 斜線改成點 3 補0 4加 周期的話 如果我要用在這邊 按右鍵 逐人格式 那我該怎麼做 OK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我要把它變成民國年 可是 預設的形式例 你會發現 預設形式例 是7例 那當然呢 在 繁體中文版才有 中華民國例 而且特別注意喔 台灣的繁體中文版才有 全世界其他版本沒有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我 奇怪 老師為什麼我電腦沒有 一問他是英文版的 英文版怎麼會有 那哪一個比較接近 那特別注意 當然裡面沒有一個完全一樣 怎麼辦 交個一個方法 以後如果說 你要的 這個類型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下面有一個制定 其實制定的話 意思是說你可以修改 修改什麼呢 修改你看到的類似的 也就是我找一個接近的 那這個沒有一模一樣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斜線 改一下嘛 制定一下 那怎麼改 制定 OK 特別注意喔 制定之後的話 他背後的公式就長這樣 那如果說我要把斜線改成點 很簡單嘛 斜線 改成點 有沒有 斜線 改成點 第一個 完成 移民國例了嘛 斜線改成點 第二個 第三個是要 各位數字補零怎麼補 很簡單 你就把這邊改成MM就可以了 M再補一個M 他如果各位數字會是用補零 那D的話呢 一樣 DD就可以了 各位數字補零 OK 那最後一個呢 是後面要週幾 怎麼辦呢 DD後面 特別是分號的前面 DD的後面 瓜虎先打一下 裡面呢 當然不是打今天週一嗎 如果你每個都週一的話 他永遠都 都要一直改 他媽 不可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你輸入三個A就可以了 週幾出來 三個A的話呢 會自動抓系統目前的週幾 OK 那如果你要星期幾的話 很簡單 再打個A 星期幾 有沒有 三個A 四個A OK 那這個 按確定好了 三個A就好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樣就OK了 如果說呢 那你要把時間加進來的話 也很簡單 後面沒有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可以再怎麼樣 剛剛講過的 補一下 可是問題 時間怎麼補 很簡單嘛 你就拿時間的 可以拿一個 這個好了 OK 那你想要照公司的話很簡單 切到制定 把他的這一串 特別重要 不包含那個什麼了 中瓜五以後的 H 然後AMPM這個 分號前面中瓜五後面這一串 把它複製起來 好 再取消一下 複製之後取消 再按右鍵 出銷格式 回到哪裡呢 回到制定 把剛剛的那個 中瓜五後面 分號的前面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之後 你會發現神奇的事情來了 本來沒有的 按確定會不會成功 試一下 你會發現 所以 如果本來沒有的格式 其實都變得出來 OK 那你要知道訣竅 反正找個接近的 制定就是修改 如果兩個要併在一個 你先看你要的那個 把它複製 貼到它的後面去 記得是 中瓜五的後面 分號的前面 那個部分貼上 這樣子 很多格式沒有沒關係 你就可以把它變出來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剛剛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 要了解 日期其實 兩個 today跟now 另外的話 日期怎麼來的 時間怎麼來的 再來的話 練習這個部分 OK 那請 還有一點 最後可能會有同學 問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 周集是AAA 對不對 很簡單 按右鍵出這個格式 其實也一樣道理 日期裡面 把它找到周集 日期 周集有沒有 周集 自訂 有沒有看到 中瓜五後面 跟那個分號前面 不就三個A 放過去不就好了嗎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沒有的 你可以把它變出來 這個自訂格式 這個還蠻重要的 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 也不會用 那你不會用 你就變不出你要的那個樣子 那種 你總不可能自己在那邊 頭髮鏈缸吧 有點做不完 那格式有人 就會照你要的樣子 讓它顯示出來 像 剛剛No 可以變出這樣子 還有時間 對 如果說你不知道 這個方法的話 怎麼辦 很頭痛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 不需要寫任何層次 這個其實是Esser 裡面的一些 基本的格式的這些小技巧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today跟now稍微練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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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